欢迎继续收看上阶关心电风的南岛新闻 南岛府入去冠协会既行点帝提案 出版单位安排点帝的帝的 演习过早送到点帝文化 在恒代用高招败来定陷 从传统泡大国的旧游创新帝的提案 让大家知道 电话只能处理它 其实也能处理 先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南岛府入去冠协会既行点帝的提案 有这个想法是因为会中处来制作图 因为这个图做的 我还很适合赏给大家 利用这个我来提案点帝 是一个很创新的方式 希望点帝的方式可以更年轻高充 茶汤以中重发酵 或者是有烘焙过的 或者是后发酵全发酵的茶 都可以有一个一定的浓度 来做今天的点茶 那我们其实要注意的就是说 我们第一次的点茶 到一次就是一点 到两次就是两点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是以三点为主 那其实我们只是利用手腕的力量 然后呢 我们的茶血 经过茶血跟茶碗的空处 还有呢 就是我们融入空气中 那慢慢的打出那个墨薄 那我们越轻 我们的墨薄 它就会越圆密 那你如果说动作是上 如果说手会酸的话 其实我们往旁边绕一下 会减低手酸的角度 传统式是上的大炮筒 这边点地的体验 是原始古代的当地 今天是以九条杯来成现 因为少年人有新的饮法 国家的故障 利用九条杯的骨灵加蜜 这种饮法就做创意茶饮 大家都喝茶 但是比较少接触这个点茶 最近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 这个贵妃式的喝茶 那经过这样子的点茶 很有趣 那真的是 没想到这个 利用这个力量要这么大 所以没有做过 会觉得手好伸 然后打出来的泡沫 这么绵密 就觉得很有趣 再加上这个 做很有创意 然后又加了牛奶 又加了蜂蜜 又特别好喝 就好像我们的 西洋式的卡布奇诺咖啡一样 非常有趣 很新鲜 然后第一次尝试 感觉这种茶点 好像在宫廷剧啊 还是一些古装剧才看过 然后自己自己第一次尝试 还蛮成功的 觉得以后应该会继续 最好是每天都可以来一杯 很好喝 层次很多 所以入口的话 那种香味啊 很丰富 来体验的会员 都是在一边比较多 它们表示感觉很香味 可以每次用香酒 慢慢的流出一杯 有一盏一盏很漂亮 是煮的奶茶 虽然做完酒很酸 但是很有新主感 希望可以最基盘这种体验 让大家可以继续时代 点出的泡沫越多 它会在上面画图 那就是拿茶刀来画图 那图画得越漂亮 越来越持久 就代表它是怎么样 最棒的泡茶 就是最棒的 所以它时候叫做豆茶 所以等一下我们也要来豆看看 记得可跟丁仓博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